泰鲁格的大理岩峡谷景观 泰鲁格的大理岩峡谷景观 是独一无二的旷世奇迹 也是一部让人叹为观止的地质史 两亿五千万年前 峡谷的前世是海底的沉积岩 经过多次的高温、紧压与变质后 形成紧致坚硬的大理岩 四百多万年前 造山运动的台深 与利物锡的切枣 造就今日近乎垂直的世界级U型峡谷 约两百五十年前 泰鲁格族人自南投佐水溪 迁移至利物锡的河间地定居 以泰鲁格的山林为伍 并施法大自然 地景泰鲁格是一部微电影作品 透过影片中 泰鲁格族石调艺术家 舒浪的创作故事 引领普罗大众 着近泰鲁格 以视觉美学 体验泰鲁格 无与伦比的美 与岁月痕迹 邀您共同珍惜 这一个无法再置 且难得的大地贵宝 靠近泰鲁格族人自南投尚 靠近泰鲁格族人自南投尚 身孑蘭 吃最好 自己альным 垂垂 吃最好 吃 Bayern 是 饕餵 惡 行 吃 zum 将 费 水 而是, 他在一起的父母 在一起, 在一起, 他在一起, 和他一起去, 和他一起去的地方。 如果他在一起, 所以我能不能这样地 我会现在被你转动 你不知道 我的滴水 我会在你的蚂蚂花 以你的习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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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完蛋了 我的闹钟没响 好 好 等我 我马上到 完蛋了 我迟到了 请问有道迟恩吗 我上课要迟到了 可以载我一程吗 应该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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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哦 让我搭便车 不会啊 如果上课要迟到了 上什么课啊 地址研究啊 就是我们要去道迟恩 谢谢 拜拜 为什么会有泰鲁格峡谷 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事情 这边的地形有一点不一样 如果一个地方开始快速的抬升 我们的河流才有力量往下切 造山越快 河流就会越来越陡峭 会下切成一个几乎是垂直的一个峡谷 今天要来测量这个河流的裹面 来看看这个陡峭的程度 贝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碰撞 为什么会这样造成高山呢 因为其实这样碰撞的速度很快 就把中间的材料挤上来 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 泰鲁格峡谷这边抬升得非常快 大概会到每年一两公分左右 这是全世界很快很快的一个速度 但是这个山它不会一直长高 因为地表有风化的作用 有侵蚀的作用 或者说比较垂直的地方 有重力的作用 这个都是地表侵蚀的现象 所以山要长高 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 还是很难想像 在这几百公尺高的河街地 在几万年前都可能是河道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河道溪谷 会不会之后也变成河街地了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 以地质时间来看 一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来看的时候 其实很多我们想像不可能的事情 都会变得可能了 Surong 去哪里 诶 老师 这刚好亲过啊 可以要看你上课 听你说什么的事 嗨 又见面了 啊 你们两个认识喔 上认识吧 那我等一下还要去别的地方调查 还有顺风车可以搭吗 好啊 怎么认识的 搭便车 搭便车 因为刚刚要迟到了 敢讲 我们念地质的好像特别喜欢来太鲁阁喔 这是当然的啊 太鲁阁就像是一本有生命的书 怎么样都读不完 是喔 就像眼前所看到的这一片高山 他们可是在四百多万年前的板块运动推挤 抬升下行程的呢 那你对太鲁阁很熟喔 熟啊 当然熟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有哪些舞蹈你很喜欢 我可以带你去九曲洞燕子口 对了 我还可以再带你去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它是一个大自然所创造的一个艺术品 我刚好要去那边做调查 我们一起去吧 板块运动让原本在地底的沉积物变质 于是生成出不同硬度质地的岩层 然后在时间和溪水不断的交互作用下 太鲁阁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样貌 每次走到这里 就会觉得在这一刻的我很幸运 因为我正站在台湾最古老的岩层上面 立无锡对道理岩的切割与侵蚀 历经了好几万年 创造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峡谷 原本以为时间是看不见的 但是到了这里我看到的时间 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几万年 人的時間所連下來的痕跡 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 用那麼珍惜的態度 來看待我的家鄉 謝啦 就是因為常來這裡 才感受到大自然界中的力量 真的是無法想像 我終於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 鬼斧神功這個形容詞 就是這樣 走吧 我們總以為水是柔情的 但常識煎下來 再煎硬的岩石 也會被雕割成很多不同的形狀 像那邊的狐穴 還有像那邊狐形狀的立面 很酷吧 還有你仔細看啊 像岩層上很像裂縫的節理 看似好像最脆弱 但卻也在大自然 順勢的打造下 創造出不同的景象 很美吧 雖然其實大自然跟你算是志同道合耶 只不過它是用溪水 雨水和那些石塊在做創造 或許這些自然中的侵蝕與崩塌 不見得算是一種破壞 反而是在創造新的可能 所以說到其實你跟大自然都是藝術家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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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一路听我顺念 下次如果有机会再见面的话 换我弟弟跟三的故事哦 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 岩石不是总是硬的 那些带有流动曲线的石头 都是代表 它们以前是在很深的地底下 因为温度和压力的作用变得柔软 加上地壳运动的推积 才会变成美丽的纹路 岩石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无声 它总是藏有很多讯息在细节里 这些细节透露出我们短暂生命中 许多看不到的事实 知道土地和岩石的讯息越多 就会觉得 人类啊 跟地球46亿年的生命相比 我们也不过是个小婴儿吧 我们也不过是个小婴儿吧 要有很多许多语 让我认了 我们也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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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个夕阳的概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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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